喉嚨裡面長瘡 這個瘡 很多老師 講話講太多 喉嚨裡面有深瘡 不能言喻著 聲不出著 一定要到 嘴巴都不能講話了 聲音都沒了 甚至於吞東西 都吞不下去了 你就用苦酒湯 我們也叫做 拌下苦酒湯 那老師苦酒一杯 那個到哪裡去找苦酒 那你說我要談個戀愛 很失 很失戀的 在這個苦酒 不是啊 這苦酒是醋 平常住在診所裡面 你們自己都很多開業醫師 在診所裡面呢 一瓶醋 放點生半下在裡面 就放著冷藏 不要冷凍啊 冷凍得出來硬梆梆的 就放著冷藏 就保持在那邊 當你要遇到病人 醫生啊 就沒有聲音啊 就講不出來 他可能唱歌 可能會罵小孩 罵太大聲 聲音沒了 或者菜場跟他吵架 聲音沒了 反正anyway 聲音沒了 然後呢 或者是喉嚨裡面有花籠發炎了 東西吞不下去了 東西吞不下去很危險啊 吃東西七天就死人啊 不是我們前面講過嗎 腸胃篇 剛好這個凌書的三十一腸胃 我們身上常有二斗 二斗的骨糧在裡面 二斗一天是五身 剛好三十五 那可以維持七天 七天呢 以後你再衝不下去就走人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的時候 你這樣子講 我講給你聽比較方便 好 你不要去準備那麼多 那麼複雜啊 一記就夠了 我那個 我們平常就泡了那邊 泡了是用烏醋 你要相信我 當年張仲宇那個朝代 絕對沒有白醋 都是米醋 米醋啊 就泡到烏醋裡面 那別人來了 你看的時候 哎呀 半蝦苦酒湯 不能吃東西 聲音也沒了 對不對 南派用鷹雅鐵笛玩 生鷹鐵笛玩 whatever 我不用那個 我用生半蝦泡醋 泡了很久了 就放到裡面 然後拿一個雞蛋 把雞蛋把它大破 殼變一半對不對 把那個蛋黃 不要了 蛋黃防了 你自己去煮火鍋吃 好 這還可以賣錢啊 雞蛋 然後你把那個 用少湯匙 大概兩顆生半下了 生半下就泡開啦 兩顆丟進去 和一和 跟那個 蛋清啊 和在一起 當然你一下去 蛋清會出來嘛 然後再半顆雞蛋 就夠了 蛋清 蛋清呢 然後還有一個 一點醋 還有一點兩顆 那個生半蝦泡醋裡面 揮一揮 好 這個時候 他過去是要刀環啦 你刀 後面會還 原刀 殺的那個刀有沒有 你不想拿把刀放在這上面 那不是 就嚇死人 沒有那麼笨 沒有那麼笨的嘛 那你有酒精燈 或什麼對不對 放在上面 小火點 小火 或蠟燭 或是 酒精燈或蠟燭 或者是打火機 很快啊 你在下面再燒一下 馬上 你就看它那個 起一兩個泡泡 不起來 馬上就熄火了 要半 要大概要 只能一分手 一分手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然後拿給病人喝下去 你放心 他絕對不會燙到 好 他就說 醫生 我什麼都吞不下去了 已經不能吞東西了 你吞吞它 一吞下去 好 馬上就進去 我們最重 真的是 實在 什麼都沒辦法吞不下去 變成快死了 我們還有 前面介紹過了 用八豆 貝姆 有沒有 用八豆 還有貝姆 這位朱瑞燦 回去 回頭看看 我們介紹 三五小白傘的時候 我們有介紹到 八豆跟貝姆 這個八豆跟貝姆的時候 你弄成那個黏狀 就是那個 像牙膏一樣黏黏的 責狀的時候 是用那個管子 吸起來 噴到喉嚨裡面去 一噴進去 八豆 噴就打個洞 所以你不能亂噴 你噴到舌頭上 舌頭有個洞 八豆的腐蝕性很強 你要拿個管子 對著那個喉嚨 避塞的一張噴進去 一噴就打進去 很準 不要吸 你很緊張對不對 所以當醫生千萬不要緊張 很緊張 他看不到 好不容易 別人在煩躁 煩躁到這種心態 你在那邊 自在瞄 瞄準了瞄準了 一吸 心裡很痛 當場燒的一樣 這怎麼辦 不要怕 喝杯冷水 冷水旁邊 吐掉就好了 這個冷水 八豆一碰到冷水 當場獨立解掉 你就沒辦法 你就噴 一噴就大洞 一個洞打下去 那個比這個 扮下苦酒糖 扮下苦酒糖 不要強四幾倍 好 非常的迅速 那你不要 這個時候緊急 你不要怕用八豆 一定要會用 老天爺把八豆造出來 一定有它的用途 好 與其坐以待毙 你不如一試又怎麼樣呢 對不對